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什么真相社会那个 他拿个release出来 我们现在看到 对不起 我们现在看到 是亚利桑大州的总检察长 那边那个是 这个男的 这个小伙子 是马里科帕县的书记员 那亚利桑大州我们知道 他审计呢 几乎占据了去年的 四五个月的时间 我们新闻焦点都在审计上 最后就不了 最后这事儿不了了之了 就扔在了总检察长脑袋上 那所有人也都知道 总检察长呢 跟川普多少保持点距离 而川普对他呢 多少也有微词 在川普最后一次去 最后一次去亚利桑大的时候 我们看到 那个总检察长上飞机 有去接他 有朋友说那是以前照的照片 我特意对 我特意核对了那张照片 那应该是 当时确实是他 上了飞机去接了川普 他呢 要竞选今年的 亚利桑那的 这个 亚利桑那代表的 进入美国国会的 这个 参议员 进入美国国会参议员 但是呢 到现在他没有跟川普之间 针对他要竞选参议员 这件事情 有任何沟通 我不知道共和党人最后 有几个人在他党内进行 但是 so far到现在 截止到现在我们看到 共和党人要想 要想在他的党内得到提名 川普是他无法跨越的一个 一个门槛 无法跨过的一个门槛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的 基本上看到的故事 那 马里科帕县的 审计的结果呢 在他 在参议院交给了总检察长之后呢 他一开始比较信誓淡淡 他的所有表面上的行为 都是非常信誓淡淡的 那 但 最后 结果就是 石沉大海 后来就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们 我个人很关注 因为这件事情 做到这份上 走到这份上 最后不了了之 这是一件很令人奇怪的事情 然后紧接着就 就发现那些参与审计的人呢 四分五裂了 包括 包括网络人者本身 也遭到人家告 遭到法院的起诉 就是 这一连串的故事都出现了 而这个出现的背景 有一个很大的东西就是 与总检察长有关系 如果总检察长 他自己在审计上 如果下例的话 他最后把这件事情搞定的话 他会直接影响到 其他那些案子 但是呢 没有声音 就像这件事情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这是件 这是件 这是件非常令人 鬼道的东西 所以问题就在他身上 那我现在跟大家分享 这段故事呢 这是来自于川普的 这个川普 来自于川普的这个 Telegram 川普转推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说 那总检察长 跟马里科帕县的书记员之间 是有着等同价值的 政治俱乐部的一个 相应的成员 那也就变成了 他们俩是一伙了 他们俩是一伙了 而就是书记员 他把包括路由器的相关东西 拒绝 提交给这个参议院 那他拒绝提交给参议院 本来是总检察长 应该出手的 就没出手 所以这是可想而知了 这是川普 我跟大家解释 就说 这是令人难以表述的故事了 所以川普自己就讲 他这写的 亚利桑大州总检察长 布诺维奇 被抓到 被抓到 他跟马里科帕县的人 书记员 竟然是在一伙的 而他本该是应该把这件事情处理 这篇内容本身 他登在了一个很小的媒体 所以18号就登出来了 川普到今天刚才 才转推这个推 对于我们来讲 本来不知道 亚利桑大州的总检察长 布尔诺维奇 跟马里科帕县的不是录音机 书记员 两个人是更共 拥有共同的故事 这是被人拍到的照片 这是被人拍到的照片 大概这个 这就是总检察长 我不知道那书记员 书记员应该是那个 是那个 中间那个小伙子 那这里面呢 可以看到 这是在一个个人的家庭院落当中 但是在他们的 在他们的衣服上呢 是贴一个名牌的 所以贴一个名牌 在一个个人的后院里 家庭的后院里面 表示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旧项 可以叫做把它称为一种 类似club的活动 一种俱乐部式的东西 而这种俱乐部式的东西呢 应该是彼此不曾相识的 彼此不曾相识 相互之间 平常没有太多接触的 所以这是一个 在政客或者 做生意社交活动当中 一种通常惯有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区域环境呢 是个很小的一个区域环境 这个后院很小 你从它的肩价结构可以看 这个院落很小 环境也很小 但是呢 它却出现在这么一个环境中 那它的宗旨 大概这篇文章宗旨 就是这个意思 那马里科帕县的 就是亚利桑大州总检察长 跟马里科帕县的书记员 那同时出现在一个 私人的俱乐部的场合当中 而他们之间 相互之间的关系呢 就很难说 很难说 就是说不清楚吧 大概背景就是这么个故事 所以 他皆是讲 他的说法就是说 那如果是他们之间 是这样关系的话 就表明 你很难去仰仗 总检察长 对马里科帕县的审计 有一个公开的了算 我个人的体会呢 就我个人的经验 从他这样的一个陈述的表述来讲 特别是他有这个衣服的名牌 这么定顿 一定这么定论呢 有点勉强 说心里话有点勉强 他的核心是组织者 那组织者本身 因为马里科帕县本身 大多也都是共和党人 所以组织者本身 以某种方式把这些 彼此不相识的人 召集在一起 这些人是不认识的 如果认识的话 不会用名牌的 彼此不相识的人 召集在一起的话 那有这个组织者 个人的目的 那你就立刻定顿 说总检察长 就跟对方是一伙的 稍微有点难 稍微有点难 但是呢 作为组织者本身 却有能力把他给叫过来 这也是实实 所以这就是一个 我个人只能说 实在不太好讲的 这么一个氛围环境 布里诺维奇 目前在竞选 美国参议院的 这个议员 那而在选举中呢 却放弃了有关 对起诉欺诈的 这一份责任 那我们就 人家怎么报就怎么报了 所以我个人以为呢 稍微有点欠缺 但是川普跟他的关系 是不是 是有相当大的距离 这也是真的 国会议员 Paul 我们需要他起诉 应该是贯彻审计的一切 那他在竞选参议院 为什么他不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呢 这是一个应尽的条件 那是没错了 关于Richard Richard就是 马里科帕县的书记员 州长竞选者 Carrie说 他不在乎选举的完整性 他只关心作弊 是否更加容易 所以 这些人都是共和党人 所以这就是 我看到 我只能说 你不是个 不是个好消息 但又是个好消息 终归 这件事情 就会 这件事情会逼迫的 马里科帕县的总检察长 他会有一个答复了 布里诺维奇 去年在推特上有一个视频 从而走红 而不是起诉 像Richard这样的选举官员 那他在选举中 非法扣留了欺诈证据 他是这么写的 就是路由器了 他讲说 总检察长却很忽视 藐视 该州人民拒绝审查起诉 有关非法扣留证据的行为 马里科帕县书记员 拒绝遵守 参议院提 要求出证的这种船票 所以他认为 应该需要打扫房子 文章基本就是这么多 所以我个人的体会就是说 我只能说 他有些相当大的难度 相当大的难度 所以这里讲说 他们在一个叫做 Taino Club的秘密政治俱乐部 他们之间相互有勾连 然后这里面讲述了 去年8月份 Richard扣了路由器 跟有关行政的密码的船票 推迟了亚利桑纳州的审计 到现在没有管 怎么说呢 难度就在这儿 我个人也就说不出什么来 因为事情走到这份上 在有关审计的问题 本来都是 所有力量都集中在亚利桑纳 而且大家也把它看好 而且亚利桑纳出了结果之后 对整个环境就都会改变 结果偏偏又卡在一个人身上 如果你一定让我说为什么 我就说人没有德 道德就全完了 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问题 都是人的道德问题 而不是它的肩价结构的问题 对吧 全都是人的道德问题 而偏偏在今天 没有人去探讨道德 而只有人们 对别人提出道德的要求 这是人类败落的表现 我讲的是这个海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